有网友日前入住了花莲泰鲁隔一间饭店 这一打开房门就发现猕猴在偷苹果来吃 他拿出手机捕捉猕猴的神情 也将照片贴上了网络 引发大批网友直呼 说这讨食物的样子超级可爱 不过业者提醒了 不要随便喂食野生动物 以免造成不必要的误会 一只不速之客闯进阳台 手握阳台把手准备进房 不一会儿这只小猕猴嘴咬一粒苹果 还不忘外带一颗回家享用 网友立刻拿起手机捕捉猕猴的可爱一瞬间 而且可以体验到峡谷这个鬼斧神功 更可以看到那个猕猴觉得很棒 这才是最真实的这个大自然 反而我会更想再去住 日前有一名网友来到花莲泰鲁隔一处饭店住宿 没想到一打开门就发现一只猕猴在房内偷苹果吃 民众拿起手机拍下po网引发讨论 有网友说这是一次很难忘的经验 也想要体验一次 不过也有网友表示 会说猕猴可爱的肯定是台北人 也有人说高雄柴山很多 想体验被抢食物的通通可以去试试看 引发讨论 在饭店的周围呢 无论是在早上或者是傍晚的时候 都会看到猴子家族出来觅食 所以我们也要请所有的旅客 来到这个环境呢 休息的时候 也请你不要轻易喂食这些生态动物 让他们保存呢 在大自然里面生存的能力 饭店者说 猕猴还是野生动物 千万不要因为可爱模样就任意喂食 要随时注意门窗有无紧闭 以免被山大王劫略一番 引发不必要的损害 借沉敬夜花莲采访报道